讓我提前告訴你 我是有輩粉 但是他不是Stanma 也不像我的親戚在Uokome工作 我成為粉絲是有充分理由的 我喜歡大米的原因大約有十個 我希望你為此做點什麼 今天的故事從第一秩序以爆炸性的速度 滑到我們面前開始 我從觸摸瓶點了味噌湯和茶碗蒸 對我來說 如果這兩個物品在三分鐘內到達我的面前 好感度是相當高的 為了打發時間 我試著轉動壽司輪盤 但我感到震驚和沮喪 通常 從這裡開始 視頻大約是5倍速 為了避免延遲 視頻會被跳過或剪切 但這個視頻是一倍速 換句話說 他也被稱為EX速度 沒有任何處理 趁著這段時間備茶備快 喝了閒著的飯桌 開始想著點壽司 這次是味噌湯和茶碗蒸的計時賽 但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期 達到了48秒的好成績 是的 我很快就會到那裡 是法拉利還是新幹線 我 我 我是匆匆趕來的 不愧是法拉利大佬 哈哈 車身顏色為黑色 可以說是一分鐘以內的爆發速度 這針蛋羹不乾不乾 味噌湯沒有煮費 因為完整的玉米飯訂購系統 應該有一個帶有時間戳的訂購時間 和到達時間的數據庫 如果你不設定一個目標 比如在一分鐘之內 並跟蹤結果 這48秒就不是自然記錄 如果這不僅是味噌湯和茶碗蒸 而且還以一分鐘以內的第一道菜為目標 那將是一種出色的感覺 即使是高級壽司店 我也會讓你先放兩樣左右的東西到嘴裡 機場碌碌的顧客很容易受到投訴 所以首先要避免這種風險